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有发现到了吧 这个检定考试跟一般家常料理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在洗涤 烹调还有卫生操作以及盘式 还有营养知识等等的 如果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很复杂很困难对不对 其实只要加以了解再加以融会贯通之后 相信很多朋友们不但可以考得证照 也可以从中以更卫生更健康的方式来烹调料理不是很好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邱主厨为我们带来的检定小学堂 要告诉我们什么样宝贵的知识 又到我们的检定小学堂时间了 那我们呢 这个检定小学堂分为 丙级中餐烹饪技术室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分为学科与运速科 那学科部分呢 有分为 一 我们的安全卫生相关知识 从97年1月1日以后实施技术式技能检定学科 测试方式修正为 选为80题 每题1.25分 答错 不到扣 非常棒哦 考试范围 第一 职业道德 第二 食物性质之认可之选购 认识 以及新鲜食材之性质 认识各种的加工食品 性质 以及食品添加物 再来新鲜度之判别 还有食品的标示 而且我们的市场的行情 第三就是食物的我们的储存 冷冻库 冷藏库 干燥库之使用 再来就是 我们的 第四点 食物的备置 食物的处理 食物的切割 以及烹煮 再来就是第五个 我们的 排盘 装饰 器皿的认识 色彩搭配 以及装饰 那第六 就是我们的器材设备之认识 厨房的器材 使用 以及维护 那第七 就是营养的知识 食物之分类 营养的知识 然后第八呢 我们是成本的控制 这非常的重要哦 那各种的配方 原物料 以及用量之计算 第九 我们的安全措施 比如火灾的预防 应变 意外 事件 以及防范 急救 安全 检查 维护 那第十点 就是我们的 卫生知识 从业人员之 卫生 尝试 公共的卫生 尝试 以及呢 认识 我们的毒品 中毒 调理的卫生 以及油脂的卫生 那十一 卫生的法规 也很重要的 那食品卫生法规呢 有在管理的法令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学科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树科 树科的部分呢 我们必须完成 六道菜 共是 我们的 一共就是我们的 九十道菜 那我们在三个小时之内呢 要完成这个六道菜 希望大家 好好考 尤其学科 不倒扣哦 然后每一题是一点二五分 那我们素科也是一样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呢 在学科部分 一定要先完成 这一集要教大家的四道菜呢 分别是 301B的皮蛋肉松拌豆腐 还有开洋炒板条 以及301的咖哩肉片 还有香菇会虾仁 这里面呢 其实包含了炒 还有会的动作 如果觉得很困难 没有关系跟着邱主厨 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哦 好的 马上紧接着就要告诉你 301B的皮蛋肉松拌豆腐 到底需要哪些材料呢 皮蛋肉松拌豆腐 材料有 皮蛋两粒 肉松二分之一两 盒装豆腐一盒 青葱两只 小黄瓜二分之一条 红辣椒二分之一条 矿泉水一瓶 调味料有 酱油膏三大匙 细砂糖二分之一小匙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矿泉水一大匙 皮蛋肉松拌豆腐 是今年教大家的第一道凉拌料理 你听到这个菜式会觉得好简单 每个人都会对不对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邱主厨 是 皮蛋豆腐基本上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 倒出来卡卡就好了 再加个肉松或是海苔 不是就这样子吗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但是错 为什么是错呢 以卫生法规来讲 不管是豆腐或是青葱 你一定要过水 或者是青葱要用热水把它杀青 是 灭菌 灭菌 然后我们的豆腐要用开水 冷开水把它一样洗涤过 来 我们边做边说 来为大家所有的考生来解说 怎么样来做出好吃的 我们的皮蛋肉松拌豆腐 好的 来 我们现在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一样呢 蔬果先洗 是 来 我们的青葱 然后再来我们的小黄瓜 小黄瓜以及辣椒 然后再来呢 我们的皮蛋 皮蛋 把它冲一下 好的 来 我们的皮蛋把它放下去 然后水已经加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开 它就开 蒸20分钟 20分钟 是 我们先一样先来切我们的 就是 这个蒜我们待会儿 就是要放在这上面的青葱 这是生的 我们用我们的木质砧板 好 青葱 是 切成青葱末 对 好 切葱末 切葱末 大家会觉得说 尤其台湾人 吃我们的青葱 或者是沾什么 水饺 火锅 是 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吃很多青葱 那种感觉 对啊 你还帮我 整个拿来汆烫 那不是那个味道都没了吗 是 葱味都没了 切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错的 我告诉大家 怎么说 因为我们青葱 你在洗涤 我们在家里 那有可能是洗涤 用我们的开水 很开水不可能 对 我们倒都是直接切一切 就放上面 对啊 然后吃它本身的辛辣味 对 那是错的 那我们还是要让它灭去 它无形中还是会有 多多少少会有细菌 来滋生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汆烫这一个 青葱 青葱 一般人不会汆烫的 好 青葱 把它割下去 一样 我这边准备我们的冷水 冷开水 好 对 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卫生操作 你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卫生做考量 是 我们汆烫过后就可以把它锐起来 我们先来切我们的豆腐 大家会觉得真的很麻烦 对 但是不得不 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姿势 是 这些的姿势 一样是冷开水 那我们呢 豆腐 好 好 好 再来就是我们 这豆腐的切法 我相信很多人头也是很痛 就怎么样切才能一块一块很方正 很漂亮呢 主持人 其实这个豆腐 它已经有帮你划线 你把它对切就好了 对切 对切 再来对切 对切 切在线上面 好 那我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你要1.5公分或1公分 是 可以 哇 好 那我们呢 现在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冷开水里面 可是 主厨 这个其实豆腐呢 它就已经是熟的 你这个动作是做什么 其实 是哦 是冰镇吗 还是 它再洗滴一下 对 再次洗滴一下 对 我们用冷开水再次把它洗滴一下 是 豆腐就不需要汆烫了是不是 它只要稍微的在泡水洗滴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处理我们的皮蛋 是 好 来 皮蛋呢 已经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来剥一下我们的 主 已经蒸熟的皮蛋 所以主厨 像很多人呢 会很喜欢吃那种 里面有点固固的皮蛋 在这里是不行的 不允许的 怎么说 因为呢 基本上它是生的不是熟的 是 皮蛋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蒸熟 这才是能够灭去 才是符合我们丙级证照 的考试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不可以让它是生的就对了 在丙级考试当中 是没有任何的生食的 是 包括你看那个装饰的东西 也是一样 也是要汆烫一下 对 还是要把它汆烫 好 来 这边也是一样 这记得我们在敲这个 也要有技巧 就是把它每一个面把它敲一敲 好 稍微把它滚一下 好 稍微滚一下 像这样子 它才会比较均匀 好 来 这个馍也是一样 先把它掰开 也会比较好剥 对不对 你刚刚这样滚 像我自己剥皮蛋的经验 是很多时候剥一剥 那个肉都会黏在蛋壳上面 对 那你把它滚一滚 其实它均匀地破掉 就很好剥了 是 像这松花鱼蛋 哇 好 好 好 来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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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去改变 是 要让我们的国人吃得更健康 更健康 更卫生 所以说丙级正照 我们就是要教大家的就是要 最正确的做法 好的 我们要切它的手的 而且主厨我发现 你这样子切了之后 一般会很容易沾黏到刀背上面 可是你把它蒸熟之后 其实更好切 那不难吃了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做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很可怕 没有 还蛮好吃的 我们摄影师吃得很好吃 对啊 对不对 点头 看它点头入捣蒜 好 好 一樣切成小方块 那个豆腐 好 再切下来 皮蛋 蒸熟的皮蛋 是第二层 其实很可口 而且我发现呢 其实蒸过 那个皮蛋的还是会弹跳 来 我们现在来加调味料 好 来 先加酱油膏 酱油膏三大匙 好 酱油膏三大匙 你还是要满准的 那如果有裹到上面 你就多一点点 好 杏砂糖 二分之一小匙 是 然后胃素四分之一小匙 胃素四分之一 香油一小匙 然后最后是矿泉水一大匙 来 矿泉水一大匙 好 我们这是矿泉水 我们用我们的汤匙 只要把它拌匀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 记得喔 好 我们不可以用马口碗了 因为现在只能全部都是熟的 有没有发现 对 我们这个青葱也是熟的 肉酸也熟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成品盘也是熟的 熟的 那我们这个酱料理所当然也是熟的 我们都是要用池碗 不能说我最后 全部之前都做对 最后一刻用马口碗就挂了 就是不行的 所以你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马口碗是放生的 那白瓷的部分的餐具 全部都放熟的 是 懂了 你看这把它淋上去是刚刚好的 对啊 好 来 我们接着呢 就是最后组合一下 是 我们现在先放我们的 肉松 肉松 你不是不一定要把它撒在豆室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层次 哦 好像火山爆发 好 淋葱 如果太多的话 你不要放那么多 其实刚刚跟差不多 好 我们现在把它搁在旁边 然后现在呢 还没好 还没好 来 我们这边呢 我们要汆烫的部分 就是要装 就是要装饰用的 装饰的 盘饰 盘饰用的 好 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使用 等开水 记得 我们是要开水 好 来 我们现在直接放进来 把它冰镇一下 对不对 最后的盘饰 好的 来 完成 好的 你看到的是 皮蛋肉松拌豆腐 上菜了 你们学会呢 不难的 如果没有学会 没关系 我们再重复练习一次 皮蛋肉松拌豆腐 烹调步骤 一 将皮蛋洗净放入碗中 放入蒸笼中 蒸大约20分钟至蛋黄凝固 二 轻葱切葱花 放入滚水中汆烫 再捞起使用矿泉水冷却 放入此碗中备用 三 将豆腐切成约1.5公分的 丁状后洗净 滤干 炙盘 铺上蒸过的皮蛋丁 淋上调味料 再铺上肉松以及葱花 四 最后将汆烫过的小黄瓜 围边装饰即可 是的 开洋炒板条 板条料理 很多妈妈们都很困扰 觉得说板条要怎么样炒得 很香 根根分明 这一点都不难 因为邱主厨要教你她的独门绝招 先来看看开洋炒板条 需要哪些材料 开洋炒板条 材料有开洋一两 板条三片 洋葱三分之一粒 绿豆芽三两 后腿肉二两 沙拉油两大匙 调味料有蚝油一大匙 酱油一大匙 白胡椒粉一小匙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好的 马上进行到开洋炒板条 先要来考考主厨 到底什么是开洋呢 其实开洋就是虾米 这是虾米 为什么要叫做开洋 以前广东菜用量很多 他们用广东话去发音开洋 我不会说广东话 开洋 可能是 其实它是虾米的一种 它是晒干的 但是处理开洋也不容易 但是开洋板条或是卤白菜 都是使用上面都是非常广泛的 需要它来提味对不对 提味 提香 尤其在做一些蚝油 酱油 这些有些海鲜料的 都是要用到开洋去提香提鲜 没关系 开洋怎么处理 板条怎么样炒到条条都分明 先马上示范给你看 好的 我们一样 首先先处理食材 这个是绿豆芽 绿豆芽 好 把它洗涤干净 是 来 这边也是一样 洗涤干净 然后我们的 一样蔬果先洗洋葱 洋葱 把它洗一下 开洋也洗一下 海鲜 一样主厨顺序是蔬果先洗 海鲜才是肉类是吗 对 好的 然后我们的猪肉 就把它洗一下 至于板条呢 暖条要洗吗 不用了 好 来 首先我们这开洋 先把它泡一下冷开水 把它泡开 把它是要泡软吗 是 好的 众说分圆 我们到后期很多的料理 我们都是泡米酒的也有 泡水的也有 或者是我们用热水泡的也有 是 但是我们烤厂 依照我们的做法 就是要先泡冷开水 先把它泡开 这样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处理我们的蔬菜部分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就两种 对 水瓶豆芽 都是这样子啊 有头的 有尾的啊 是 对 我们现在要把它 在一下头尾 去除头尾 就像这样子 所以去除头尾之后 这叫营芽 对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不留下来吃 基本上我们这个是这一道呢 的特色 不需要 最不需要看到有这个牙类 好 我们只要取这个梗 好 洋葱呢 把它洗干净之后 好 去除头尾 好 把它切丝 好 把它切丝 好 把它切丝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这一个是我们的板条 板条 好 来 我们放在这手石砧板上面 大小大概要切多大 1.5公分 1.5公分 把它掰开 掰开 为什么要掰开啊 待会呢 炒会比较快 我们今天的板条是三片 是 三大片 好 像这样把它掰开 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主厨 你说的这个条条分明 片片分明的关键 是 如果你下去再把它用锅铲 把它掰开 会破 会破 那也有很多人把它泡热水 或者是泡水 我觉得 都不用 不用 我看你都不用 你这样子把它掰开就可以了 待会很快去入味 而且呢 比较不会断 那假设说 你今天呢 在家里的话 你的板条封干了 是 你要让它还原 你可以把它回蒸一下 稍微用蒸去把它蒸一下 不可以打微波 那我们把它蒸一下 这样就OK了 好 来 我们现在要切这个肉 一样是要把它切成肉片 肉片 那我们一样这个叫顺纹 顺纹擦 切 切 那我们这个呢 我们要逆纹 对 切片 好的 这样子呢 吃起来 它因为它破坏它的组织了嘛 对不对 待会吃起来呢 才不会柴 对 才不会柴 如果是冷冻的 你反过来切得更漂亮 对 它微冻的话 微冻的话会比较好切 好 来把它放下去 用一点点的酱油 把它抓腌就可以了 好 稍微腌一下 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酱油把它抓腌 这个跟你传统的一个腌法 比较不一样 不用说用蒜头 辣椒 太白粉 不用 我们用一点点酱油 把它抓一抓 抓个味道而已 好 来 完成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我们的虾米 所以其实它其实只要泡一下下 它就软了 软了 软了 来 我们现在加大概两匙的 沙拉油 沙拉油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的开洋 把它放下去 先下去爆香 把它变一下 好 来 我们开洋先把它用中火 先煸一下 你不一定说要学人家泡香油 米酒或者是绍兴酒 反而我觉得味道复杂了 太复杂了 对 开洋就有开洋的味道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肉片 也一并把它放下来 好的 这肉片是抓过酱油的 有一点点入味了 好 来 我们现在用中火 稍微把它炒一下 我们还没有调味 等一下下 你有抓腌一点点的酱油 它酱油的香气就慢慢地 烤到肉里面对不对 好 来 其实烤饼集 我要一定要忠告 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观众以及烤生 真的 非常地简单 你不要紧张 慢慢地来炒 来做就可以了 好 六道菜 你只要再多久呢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把它爆香了 好香哦 你没有把握 你火就不要开太大 对啊 我发现你火大概是 就怎么说中小火 有时候中火 有时候关成小火 是 因为我会看 虾米你也不可以炒过头 过头它会老 对… 好 来 接着洋葱也把它加下去 好 洋葱 虾米炒过头就会变得好像鱼干这样 对 对 其实这对师傅 尤其老师傅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痛苦 怎么说呢 怎么说 他都喜欢这样 对啊 这很容易 着火 一旦着火或是腌太多的话 是 真的就会被扣分 所以说你稍微忍忍 忍忍 我们就是慢慢地像这样 用筷子 用我们的铲子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没有射线 你就不要用手去炒它就可以 对 好 来 我们的银芽 你要把它加下去 因为银芽比较容易熟 所以你最后放 对不对 但是银芽普通我们在外面做 就是板条先加 银芽最后再加 对… 它有脆度 但是我们还是要灭去 稍微炒一下 好 来 我们现在就把板条加下去 这样加下去 其实它的虾米的香气 做出来 好香 好 来 像这样子 轻轻地把它拌一下 好的 来 我们现在关成鱼杏骨 关成小火了 来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调味 好 好 有一大匙 然后酱油一大匙 酱油一大匙 好 白胡椒粉一小匙 外小匙 我也是说一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好 我们呢 你可以不用死非 但是呢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的 一定要放 一定要放 但是那个分量如果备不起来怎么办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只要待会要试吃一下 好 要试吃一下 那现在再把它开成文火 文火 对 好的 轻轻地把它拌一下 没有 慢慢地油亮油亮 对 而且我发现主厨 你的动作很优雅 因为你就是不要让它断掉 对 保持它完整性 文人 文人 对 对 所以做你们这行也有分文人 武生是不是 没有啦 我们真的要教大家一些烤身 就这样轻轻松松的 对 从底下 因为你如果像这样很粗鲁 我这是错误示范 很粗鲁这样 武生 但是你的板条就会断光光了 对 就不漂亮了 一般人也会加很多的水去焖它 对 以为说这样板条才会熟 我们现在 基本上你把它掰开 很容易就熟了 对 我们现在就是底部这样 把它用起来 是 好 来 我们现在不要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加水 加水反过来会让我们的米质皮 糊化 对 会糊化 所以说 就烂烂的不好吃 就失去它板条的一个 Q度 好 好 真的很Q 开洋炒板条上菜了 学会了没 没有学会没关系 我们再重复练习一下 开洋炒板条烹调步骤 一 首先将虾米洗滴后泡水 滤干水分 绿豆芽去头尾成银芽 洋葱切丝备用 二 板条切成约1.5公分 宽条状再拉松 将后腿肉切成小薄片 再以少许酱油先腌制备用 三 热锅加入两大匙沙拉油 放入虾米以及肉片 以中火炒熟 再加入洋葱丝以及银芽拌炒 加入板条与调味料 以中火翻炒均匀至香气 出来即可 一直以来咖喱都是很受欢迎的调味料 它跟马铃薯 菇类 蔬菜 其实都很搭 不过今天要教你的 是跟肉片搭在一起 这一道咖喱炒肉片 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咖喱肉片材料有 后腿肉半斤 洋葱三分之一粒 青椒二分之一粒 红辣椒一条 姜一小块 沙拉油一杯 太白粉水两大匙 调味料A有 酱油一小匙 太白粉二分之一小匙 调味料B 则包含咖喱粉两小匙 盐巴二分之一小匙 味素二分之一小匙 砂糖一小匙 开水二分之一杯 咖喱真的是 很迷人的食材 而且很厉害的是 医学报告有指出 咖喱可以降低胆固醇 可以降低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主厨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 是炒肉片对不对 对 咖喱炒肉片 其实咖喱居家 每个妈妈都会做咖喱 但是咖喱有时候 各有巧妙不同 是 但是在咖喱 为什么丙级会运用咖喱 因为我们台湾 非常地广泛去运用 咖喱块也好 咖喱粉也好 都会去运用 但是怎么样去运用 怎么样把咖喱肉片炒得好吃 然后我们丙级这一集 教大家怎么样来做 一样我们先来处理 我们的食材 食材 好的 是 来 我们现在呢 这个食材很简单 我们一样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 蔬果先洗 是 把它先洗过 那当然啊 那你刚开始进入烤场 你要先把手洗干净 再来把我们的成品盘 把它洗干净 所有的生材器具 就是锅碗瓢盆把它洗干净 好的 来 我们先把我们的 蔬菜 一样 你会发现我们丙级的菜 都是会 其实都差不多会食材 是啊 所以说你 你说困难吗 我非常非常佩服 我们这次新北市 他会想到这种点子 教大家怎么样来 考取丙级之杖 对 而且呢 这丙级这个题目呢 也是非常的广泛 运用在家庭 而且呢 你只要考取一张的症状 我跟你讲 在就业 对 在台湾来讲呢 真的是很方便 很受用 是 当然非常受用 而且其实这个以前的 这证照制度 还没有那么广泛的时候 其实很多厨师 是没有丙级证照 是 就觉得会炒就好了 对 尤其是老一辈的师傅 他真的 他的功力是不亚于我们的 一流 你没有考取我们的证照呢 他就是现在大家就是 或者是卫生啊 或者是我们的整个装潢等等 不代表说我们 菜炒的好吃就可以了 对啊 我们还是要有证兆 是 好 好 来 现在的证兆在手 就业就不用单身 对 什么行业都是一样 是 尤其现在这个做吃的 我们用辣椒 就是配个颜色而已 是 好 来 现在呢 辣椒也是一样 切我们的零形 切成零形 好 好 我们不要担心 就慢慢的切 把所有的食材呢 都把它切完整完善 我们这步骤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说急于一时 把我们的食材呢 切错了 算错了 因为我们 比如301A 就是有六道菜 六道菜的食材呢 你就要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一道一道按顺序来做 好 好 一点点的姜 姜 好的 因为姜喔 它有时候 来的时候 像这种 它是很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 你就把它 想办法把它切成 有一点点的 有零有角 类似 零形就可以了 类似它的形状 这样就可以了 来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后腿肉 我们一样是要逆纹切 逆纹切 切成片状吗 对 把它切片一点 好的 记得喔 我们 这个是生食啦 是 所以说我们在木质砧板上面切 但是喔 我希望你 如果你有把握在戴手套 没有把握真的戴手套 会滑耶 是不是 比较危险 是 比较危险 比较久的要先把它烹煮 或是蒸 或是有些是饭的要先煮饭 一并把它做处理 然后再把它分割 然后分别类六道菜把它准备好 六道菜的食材同时准备好 先把它腌一下 腌一下 好 调味料A 酱油一小匙 一小匙 一小匙 然后泰白粉二分之一小匙 泰白粉二分之一小匙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来 我们这边呢 当然你也可以戴手套 把它抓一下 好 或者是你用筷子就可以了 好 来 这个叫麻口碗 我们普通生食都可以去处理 你像有时候呢 你是熟的食材 像海苔片 或者是芝麻粒 或者是我们的肉松等等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我们的瓷碗 先把它装起来 所以概念很简单 生食就用麻口碗 熟食就用瓷碗 是 来 我们这样把它抓腌一下 那我们现在腌制好之后呢 我们用我们一杯的油 来把它过油一下 好 OK 那我们什么是过油 就是让它瞬间呢 大概是150度 160度左右 把它过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所谓过油啊 这个油温其实也是要够的 所以油温也要够 那我们呢 也不用太多的油 不用太多的油 如果你过油呢 油温不够 是 它就会含油 含油太重 待会炒起 就是肉就含油了 是 它这样子就很滚溜了 对 很滚溜 我们待会还要回溃 还要回炒 所以说呢 不用全熟 没关系 不用 大概是七 八分熟了吧 好的 好 把它倒过来 然后再用我们两匙的油 好 这样就够了 洋葱先下 洋葱 姜片 都把它下下去 把它爆一下 两个小时 很足够的 对 别赶时间 其实我觉得如果像你刚才讲的 你先把食材全部都切好 分门别类 其实你炒在做的时候是很快的 是 其实现在锅子还很烫 最终你把它关成炉心火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一样把我们的蔬菜把它加下去 加下去 青椒还有辣椒 然后接下来就加入我们的咖喱粉 是的 这个咖喱粉有两小匙 对 好香 对不对 所以咖喱粉的量不用多 不用多 两小匙而已 很香 好 来 锐炒就可以了 锐炒就可以了 来 我们的肉片 炸肉片 所以主厨我们在烤场 他们会发给我们的是咖喱粉 而不是咖喱块 咖喱粉 好的 好 来 我们再把它回炒一下 这样就很嫩 对啊 好 来 我们现在就要调味 调味 好的 盐了吗 盐了吗 来 二分之一小匙 以及胃素二分之一小匙 胃素二分之一小匙 来 砂糖一小匙 好 最后开水二分之一杯 好 来开水二分之一杯 是现场这个米杯的大小 二分之一杯 放进去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再把它加热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来 回会一下 我们就要勾一点点的薄芡了 好 来 我们勾一点点薄芡 基本上呢 我们回会不要会太久 因为为什么呢 你的洋葱 你的青椒 它会变色 它会变软 那基本上我们的肉片呢 它已经是炸过 已经过油了 对 过油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要留住它的原汁原味 以及它的脆度 我们现在呢 勾一点点的芡汁 芡汁 好的 来 勾一点点芡汁 菜白粉一小匙 好 所以主厨我刚发现 其实很多人在做咖喱 用咖喱粉的时候 很容易掉贴 可是我们不会掉贴 是因为其实咖喱粉 并不用那么多 是吗 是 不用太多 就有味道了 是 哦 懂了 你跟我学了很多 对啊 而且其实我发现 这个芡汁好像也不用太多 因为咖喱粉粉呢 就会有点偷 有没有发现 刚刚我们肉有 加一点点 对 是 好 来 这样是不是 漂亮漂亮 漂亮对不对 超漂亮的 而且完全都包裹在这上面 是 好简单 你要做生意也好 或是自己在家里也好 或是我们要考试 都是一样的做法 是 好 好 这个也不用盘式 因为有辣椒 是 有绿色 黄栗红都请来了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来 好的 看到了吗 油油亮亮闪闪动人的 咖喱炒肉片完成了 学会了没 没有学会没关系 再重复练习一次 咖喱肉片烹调步骤 一 首先将青椒 洋葱 红辣椒 姜都切成菱形备用 二 将后腿肉 逆纹切成大薄片 加入调味料A抓烟 再放入热油中过油备用 三 热锅先加入两大匙沙拉油 以小火先炒香洋葱 姜片 接着加入青椒 红辣椒 再加入咖喱粉略炒 四 最后加入过油的肉片 以及盐 味素 砂糖 开水等全部煮开 再以太白粉勾芡即可 好的 马上进入到的是 香菇烩虾仁 虾仁用烩的跟用炒的 到底差在哪里呢 马上就要教你了 先来看看需要哪些材料 香菇烩虾仁 材料有干香菇三朵 虾仁六两 白果十二粒 竹笋一小块 红萝卜一小块 四季豆三根 青葱一汁 沙拉油一杯 太白粉水一大匙 調味料A有 盐巴四分之一小匙 太白粉一小匙 調味料B 包含盐巴二分之一小匙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白胡椒粉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开水一杯 馬上进入到香菇烩虾仁了 這個香菇和虾仁 其實還滿配合的 但是主廚 我們要怎麼樣做烩這個動作呢 這個點在哪邊 這道菜 其實烩這個動作呢 尤其有虾仁 是 虾仁它很快就熟了 對 那一般媽媽都知道 虾仁很快熟 你再去烩它是不是變成很老 老了 但是香菇還沒有出味 怎麼辦呢 對 所以說在這一集來講 我都會教大家 怎麼樣處理香菇以及蝦仁 這很重要 這個點就是這兩個最特殊了 是 好的 我邊做 來邊為大家來解釋 好的 來 一樣我們先洗滴 先洗滴 這乾貨先洗 來 香菇 我們的蔬菜 蔬果 紅蘿蔔 來 海鮮我們最後洗 好 洗好 好 乾香菇呢 我們現在把它加一點點水 水 要先把它泡軟對不對 然後再加一點點鹽巴 加一點點鹽巴的原因是 讓它有一點點入味 對 那我剛開始有提到說 我們這一個不好處理 因為香菇要讓它入味 你的蝦子已經過老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來處理呢 就先用一點點水 加一點點鹽巴 好 那我們在烤場 一定有一個蒸籠 我們放在蒸籠裡面 已經蒸20分鐘 是喔 那我們如果沒有蒸籠 我們用這個電鍋 直接把它放進去 來 大家看這邊已經有一個了 沒有關係 我們先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這一個好的 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繼續把它蒸 像這樣子把它蒸個2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已經蒸好 但是呢 蒸好 切片 把它切成扇形 我這已經先處理好了 就把它切片就可以 然後再接下來呢 一樣是蔬菜 先來處理 這是我們的竹筍 竹筍一樣是要先煮過 對 好 先把它煮過 來 這外面的老皮 把它去除掉 是 好 可以把它切丁 切成丁 對 好 我們會沒有那麼容易 會啊 你要把它 像我們的香菇先蒸 待會兒我們的蝦仁也要先過煙 然後再來要先過油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呢 就是直接把它怎麼樣 把它焙煮一下 勾個芡 好 一樣 一樣切成丁 對 基本上是我們主體呢 你要切小菱形也不反對 但是你要整個主體看起來 要類似一樣的形 所以說這形體要一樣 如果不一樣呢 你這個是切菱形 然後其他的 那個切條狀 這個不對了 不行… 我發現媽媽好愛看我們節目耶 有 有時候 都有將近一半 一半的職業 真的啊 一半的是我們的家庭主 是喔 對 就好比猶如比賽一樣 是 我覺得他們好辛苦 而且是很用心 很用 很認真 是 包括我媽媽也是一樣 我媽媽是將近快 55歲才去考試 真的啊 對 也是一次就中嗎 對 她連字都沒認識很多 真的啊 她很厲害 是 我滿佩服的 對 來 不管妳是黏 這沒有黏性 沒有黏黏性也是 你有興趣 你真的是可以 不妨就是去烤看看 是 好 來 我們的蔥也是一樣 切成菱形 對 我們要把它分開 就是蔥白跟蔥綠分開 是 好的 好 好 來 這邊呢 我們先來汆燙 這個幫我打開來一下 我們這個汆燙的水 先把紅蘿蔔 紅蘿蔔 比較慢熟 先汆燙一下 好 蝦仁呢 一樣 要挑長泥對不對 對 要挑這個長泥 整條的 終於有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我們其他已經 超過了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抓醃一下 好 太白粉一小匙 對 一小匙 然後鹽巴四分之一小匙 好 好了 來 把它醃一下 太白粉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保護 讓蝦子更滾溜 而且有一層的保護膜 好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呢 把它 你要用戴手套抓一抓也可以 用筷子把它抓一抓也可以 這個胡蘿蔔把它穿燙 差不多了 我們的 竹筍 好 假設你的竹筍 你是熟的啦 你要讓它 如果它發給你是熟的 因為熟的 有時候真空包 它會有一點點味道 你還是把它鋪水一下 那假設說 你今天是用生的煮熟 你就不用再汆燙了 是 要記得我們現在這個 胡蘿蔔跟我們的 好了 已經好了 好 接下來是白果 你說要兩分鐘嘛 對 把它關成中火就好 好 來 這邊呢 我們用一點點油 過油一下 來 我們這白果呢 也好了 好了 把它撈起來 來 一樣擱在這邊 再來 來 我們的四雞豆 四雞豆 四雞豆就比較快 好 待會兒呢 大概是一分鐘之內就好了 好 來 我們的火差不多了 油差不多了 多了…氣泡多了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你就關成小火 是 這樣把它倒下去 這一點都不可怕 對 你不要大辣辣這樣倒下去 所以有可能會噴到你 是 現在把火把它開成中火 是的 好的 好 來 香炖這也好了 我們讓它炸一下 來 OK 好了 因為它有太白粉呢 盡量你就是油溫 好了 蝦子倒下去 是 你就暫時大概10秒到15秒左右 不要動它 好 讓它稍微定型 那再用鏟子把它翻一下 鏟子把它翻一下 不然有的人很心急 像我的話很心急 我就會立刻去嚼 是 會這樣嚼 它就整個糊 對…糊掉了 它就會糊化 對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基本上 等一下 OK了 有沒有看到 變色了 好 好 好 這樣子 我們用一匙到兩匙的沙拉油 我們先用我們的爐心火就可以了 是 因為鍋材很燙有沒有 我們乾香菇呢 是把它蒸好切 把它切成扇形片狀這樣子 好 放下去 略微爆香 OK 好 來 我們的蔬菜 好 全部下去 我們的 不管是賣錢的也好 做生意也好 或者在家裡也好 或者是你要考試 這時候很漂亮 對 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呢 慢慢的把它爆香 好漂亮 好 我再一次為大家來重申 你千萬萬萬不要這樣子 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技術不好太緊張掉到旁邊 對 一定來扣分了 會引起 有一點太多的油煙 是 耍帥的千萬不要在這邊 好的 來 我們現在呢 已經稍微略把爆香就可以了 那在接下來呢 就要加入我們的蝦仁了 是 好 這顏色就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其實它已經過過油的蝦仁 就很快就會熟了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就要加入什麼 這個 我們的松綠 下去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加入我們的 胃素 胃素四分之一小匙 四分之一小匙 鹽巴 鹽巴二分之一小匙 好 二分之一小匙 然後白胡椒粉 四分之一小匙 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來 香油一小匙 然後最後是開水一杯 好 開水一杯 好 記得要開水 一杯把它加下去 然後我們現在吃到胃 好 我們基本上所有的蔬菜 已經熟了 我們最後呢 勾芡 好 開白粉 一匙是不是 對 一大匙 好 很香對不對 這樣就很香 所以所謂會的這個技巧 就是勾芡 對 要勾芡 也不移太久 太久它就會老化 好 來 它就是有帶湯汁 是 平常我們用炒的 就沒有帶湯汁 對 我們只要帶一點點的湯汁 像這樣子 是 那大概要看到它那個濃稠度 是怎麼樣才是可以結束起鍋嗎 來 有這樣勾勾這樣子 有沒有 對 還是要讓它可以流動就對了 是 好的 這個顏色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我發現呢 這個只要有會的這個技巧在 其實呢 感覺這個料理就變高級了 好像那種高級的中菜館的菜色 真的 我沒有騙妳 妳說餅級簡不簡單 很簡單 當然 這個蔬菜 如果你是一般的媽媽 來看到這一集的節目 你也可以把它變化 置換 換你喜歡的菜 是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肉類 也可以 把它稍微醃漬過油 也可以 好 來 是的 你看到了嗎 我們的香菇會蝦仁 好香喔 完成了 很好吃 沒有學會沒關係 我們再複習一次 好 香菇會蝦仁烹調步驟 我們挑進腸泥後加入調味料A 醃漬抓麻 再放入油鍋中過油備用 四 熱鍋加入兩大匙沙拉油 爆香蔥 段香菇後 依序加入竹筍丁 紅蘿蔔丁 白果 四季豆以及蝦仁翻炒 再加入調味料B拌炒均勻 五 最後加入太白粉水勾薄芡即可 到今天為止已經教了大家炒 爆 會 涼拌 等等的烹飪技巧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會呢 其實只要多加練習 你也會越來越上手的 另外也要密切注意我們的 檢定小學堂 上面有各式各樣的學科 還有術科的須知 如果你密切注意的話 相信一定會考得證照的 我們的節目內容 除了在華視教育文化頻道 你看得到之外 也可以上新北市一紙網 網址在這邊 好的 那我們就明天 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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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